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勇士这道大山 卡佩拉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最新消息 卡佩拉已经与火箭正式达成五年九千万的许愿合同 灯泡组合禀皇卡佩拉卡佩拉是火箭不可或缺的一环 卡佩拉升高低档 运动能力极为出色 来下爆发力强 护矿能力突出 能够轻松转快得分 防守能力不俗 由于出色的运动能力和爆发力 使得卡佩拉可以轻松的参与球队的快攻 而且有护矿和防守 非常适合得安东尼的跑红战术 因为卡佩拉的得分风格以及旁边有哈登自己保罗这种传球大师赛 也使得起有了炳黄这一称号 上个赛季卡佩拉场均13.9分10.8篮板1.9感冒 卡佩拉今年才24岁 还有很大的潜能能开发 上个赛季又是合同年 这一数据可谓亮眼 所以今年夏天 卡佩拉一直坚持所要一份上亿元的顶星合同 卡佩拉身穿顶豪T恤 加尔梅雷还是那个莫雷 用一份五年九千万的合同 就留下了卡佩拉 而且这份合同只有八千万是有保障的 另外的一千万是激励条款 要知道之前卡佩拉可是一直坚持 要拿一份和亚当斯差不多的上亿元的大合同的 现在居然改变主意了 还是不得不佩服莫雷的操作 先是为卡佩拉开出资质报价 并放话不管别人报价多少火箭都会匹配其报价 这就下退了一部分球队 然后等其他球队都调整好了 手里没有足够的资金了 我再和卡佩拉慢慢砍价 其实说实话 这是一个相互妥协的结果 火箭不能没有卡佩拉 它是火箭的内线支柱 没了它火箭走不远 而卡佩拉离开了火箭的哈登丽保罗的作弊能力 数据也会下降 卡佩拉本身自主进攻能力太差 所以他比较依靠火箭的体系 所以他签下这份合同 是一个相互妥协的结果 网友调侃卡佩拉吃饼 最近安东尼也要被买断了 安东尼也比较喜欢火箭 如果火箭能顺利摘瓜 那么火箭首发阵容 将会是保罗加哈登加安东尼加塔克加卡佩拉 这阵容完全有机会搞事情啊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火箭五年九千万 签下卡佩拉是赚了还是亏了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哦 喜欢的朋友请点一下关注嬷嬷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